我怕 我不是 你的脸 我 好久没见你不化妆的样子了 那你也不能为了看我不化妆的样子 大发又突然过来 是什么意思 很可爱 干吗 刚刚突然过来 刚好在打电话呢 我来给你送这个 黏灯啊 黏灯 很热 对 书版社旁边那家的 你说想吃年糕 我怕你馋得睡不着 所以你就是快点送过来呢 我 那我走了 你干吗 你干吗 一起吃完再躲呗 给你 我真没想到你能找到那家年糕店 居然还开着门也是太神奇了 这个味道真的是 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几十天都没变过 你知不知道吃年糕 其实有一个小测试 真的有测试 测什么 就是看你 是怎么吃年糕的 有的人是一口吃掉 有的人是要分好几口 你怎么吃啊 分两口吧 分两口吃这样的 通常 比较谨慎 比较中规中矩 比较害怕孤单 没有安全感 还有不太懂得变通 我觉得好准 这哪里准啊 这很准啊 我哪里不懂得变通 我这是恰到好处的稳重 你眼皮怎么这么厚 你还能说出这种话 我脸皮厚 能有你厚吗 我脸皮 怎么厚啊 你这是瞎编的测试吧 从小不管吃什么 都能编一套故事出来 我小时候那是过生日 而且是我妈妈 没有准确告诉我 生日是几月几号 那我肯定就说每个月呢 三号就是我的生日啊 而且是你们自己 不能变通 我算是生日 你们就相信了 怪我了 她 18is 又是小时 早上醒了几点了呀 我上手睡着了 不知道了 不行我上班急了 我先下去了啊 办公室见 办公室见 天哪 在车上睡着 我也是睡了 拜拜 报告的天哪 我看着你进去 还是我看着你走吧 一想到明天才能再见到你 就觉得时间好久 那你之前不是说 见我十秒就够了吗 就是因为之前见得不够 所以现在才有抓紧时间呢 我看到了 手牵手 李慧琳 慧琳 你姐姐已经答应我了 不是你现在跟她说这个事 爸 李慧珍她谈爱了 她真的谈爱了 爸 走吧 进去吧 反正你都已经说出来了 我就跟你说 你不应该跟她讲 她大嘴巴 她整个楼道 和整个小区都会知道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今天 是伯父伯母的结婚纪念日 否则 我就不会空手来了 浩宇 客气什么呢 对啊 自己家人嘛 来就来了 来了就好 人来了就好 是啊 真是 非要把人留下来一起 来了正好 来了正好 跟我们吃好饭再走啊 吃饭 妈 别在乎人家工作行不行 她还要回去工作 好 那我就打扰了 谈不上打扰 吃饭 妈 别在乎人家工作行不行 她还要回去工作 好 那我就打扰了 谈不上打扰 今天呀夏桥在就好了 是啊 夏桥姐姐好像今天是跟同事 去聚会了 浩宇哥 你见过姐姐的闺蜜吗 见过 是不是又高又漂亮 简直是超模 是吧 对了 浩宇哥 你有空的话 可以帮夏桥姐姐 找个男朋友 她总是这样子 也不是办法 姐姐都定下来了 她肯定会寂寞的 这么多年呀 多亏有夏桥 我们慧珍呀 才会过得这么开心 对不住你呀 你一个千金大小姐 饭都没吃 我就去帮你把碗给洗了 你也知道啊 所以你要一辈子都对我好 直到碗后 一辈子都对你好的 冬冬冬冬冬 我今天遇到白浩宇了 在你家门口 他正要走 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顿 做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骂你呀 想我把你给紧张得没有 骗你的 那 他有没有跟你道歉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一开始 就是我错认了你 最后 去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 还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你头上 我这样太过分了 慧珍已经教训过我 我向你道歉 反完就是我做错了 你就算不原谅我 也是应该的 夏桥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你的心 我看了 心 那个我明明 慧珍 从衣服里找到的 一点点粘回去 她担心你 怕你心里放不下 所以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都不知道 她大概是怕你尴尬吧 不管怎么样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从现在开始 为了慧珍 我们重新开始吧 你好 我是白浩宇 李慧珍的男朋友 你好 我是夏桥 李慧珍的好朋友 你和别人做这么傻的事吧 就像如果你们之间 还有误会的话 很不好嘛 而且我也会难受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